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太多的委屈 有太多的疏远 有太多的猜疑 有太多的分崩离析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我觉得我要写一个 人跟人之间互相信任 人跟人之间互相高看一眼 人跟人之间拥抱的电影 不同时区 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每期我们会邀请 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 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你那边几点 我是Y脑柱台湾的特约记者弗雷亚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黑龙江鹤港的独立电影导演耿君 早在2014年他就凭锤子连刀都休息 拿下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 2017年凭借轻松加愉快 入围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 而今年他再度一作品漂亮朋友 Belami提名本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导演 原著剧本 男主角摄影 原创电影音乐 原创电影歌曲和剪辑八项大奖 耿君导演您好 您好 您好 首先非常恭喜入围了本届金马的八项大奖 恭喜 谢谢 然后还是先根据一下我们的节目惯例 请问一下您现在你那边几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耿君 我现在在台北 我这儿现在是17点46 今天是22号 那这不是您第一次来参加金马银展了 然后这次来参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呢 包括之前的放映 有跟观众还有其他影评人有一些交流吗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交流 谈一谈 这次来就是亲切感 我今天跟杜杜芝老师还说 我说我第一次来是新鲜和好奇 第二次来就会巩固一些之前的感受 这次其实是一种久违的亲切感 因为中间跨越了七年 2017到2024 有七年的时间 对七年的时间 这一次的话这样一个亲切感是包含着什么呢 就是有印象深刻的交流吗 跟一些熟悉的人或者观众 一呢就是台北的101附近的街道 就这些地儿我都已经很熟了 这次又逛了台大 这些熟悉的就之前逛过的地方 其实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嘛 还有就是这儿的观众朋友 影迷朋友 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看过我之前的轻松加一块啊 锤子链刀都休息啊 包括东北虎啊 其实是有作品建立的一种情谊吧 嗯 那对于台湾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 或者说具体来讲 金马对你的意义是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吗 明天就是颁奖礼了 会有什么期待 金马影展就是我们这些电影人的荣光时刻 对金马是一个大家庭 大家在这相聚 带着自己的优秀作品来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次大的聚会 还有观众票选 还有业内的肯定 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比如说11月份啊 11月20几号 就是一个聚会 一个收获的时节 非常非常温暖 感受到了就是同行之 这种很棒的这种互动啊 那对于明天的颁奖礼 有什么期待吗 嗯 期待多多拿奖吧 音乐啊 原创歌曲啊 剪辑啊 摄影啊 剧本啊 对 导演啊 还有崔佳颖 越多越好 对对对 那我们回到电影本身啊 就是这次漂亮朋友 就是您拍这部片的一个起源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个剧本 然后跟之前的作品相比 您的一个想法 创作的理念是怎么样子的 尤其是为什么这次影片是 以中国东北的同志群体为主角 为这样一个关注的对象 聊一聊这个 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相关的 这个创作来自于2020年的2月份 特别直观的感受吧 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刚刚开始 大家对疫情没有那么了解 对病毒也没有那么了解 大家出现了大面积的恐慌 口罩被抢购一空 但去超市买东西还是需要口罩 有的时候可能一家三四口人 只有一个口罩或者两个口罩 出门很难 走出小区很难 走在街上更不容易 对那段时间其实对每个人 都是一种焦虑恐慌的状态 但是我比如一整天都关在家里 到晚上九点多之后 我想出去散步 街上空无一人 所以就是走着走着 就很久才能遇到一个人 跟遇到的人也会有一个 特别熟悉的那种默契吧 因为这个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默契 就是人跟人之间互相远离一点 把口罩戴得紧一点 憋住呼吸 走出最大的弧线距离 紧跑慢跑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谁会携带病毒 就经历了三四个月的时间之后 我觉得我要写一个人跟人之间 就是拥抱的电影 人跟人之间互相信任 人跟人之间互相高看一眼 人跟人相爱 我觉得这个我要写一个这样的电影 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太多的委屈 有太多的疏远 有太多的猜疑 有太多的分崩离析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对 我会回想起以前和以后我们会是什么样的 就这些东西就是变成每天在家里的一个日常思考 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想 我说如果要写一个故事 我和我的这个创作团队 就是这帮四十来岁四十五岁左右的大叔 我们要写一个亲密的故事 要写一个互相靠近的故事 这当然是得是一个爱情故事 友情的故事可能还不太容易做到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就有一个 就是我和演员徐刚 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一个上辈人 是大十多岁 他自己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段非常失败的婚姻 他就对婚姻就充满了绝望吧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逐渐发现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他在寻觅伴侣的时候 就遇到了很多不顺坎坷 他在周围的朋友眼里 会被就是双眼号的另眼相看 对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 就是他最基础的生活都被考验着 所以我一开始写的是这个老哥的原型故事 写了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之后 我开始审视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悲剧 比较悲观的 是一个孤独的人寻找温暖 寻找爱的故事 对对对 但是它的底色其实挺悲伤的 我在第二版剧本的时候 在2021这样的年头 我想做一个喜剧 大家这么压抑 这么经受了这样的苦难 这么悲伤 这么没有出口 我就想做一个喜剧 做一个相爱的故事 所以呢就是我在2010年前后的时间 参加过一个纪录片的拍摄 这个纪录片叫在一起 这个纪录片是HIV感染者的一个纪录片 我在拍摄上海和北京的时候 就拍到了很多同性恋感染者 他们的人生就是自己遇到的那些状况 还有就是他们的爱情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知道了很多人生故事和爱情故事 所以在这次第一稿剧本完成之后 进行第二稿修改的时候 其实这些故事作为基底 来创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漂亮朋友 它是一个爱情喜剧 我要让这样的年头 让大家能看到一个相爱的电影 能看到一个幽默的电影 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嗯 了解 您刚刚也提到 这是一个追求爱的一个故事 那在电影当中 其实作品中您也多次谈到 包括台词中也提到了很多次自由 比如说有来欲望的怀抱 来自由的怀抱 以及还有女童女主角之间的对话 自由的反面是什么 自由的反面还是自由吗 对于自由的这个多次提到探讨 也是其中一个您想传达的一个讲法吗 就是自由对您来说到底是什么呢 爱与自由 爱与信任 我觉得是这个电影主题 爱与自由 爱与信任 那自由的话 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 主人公在孤独中追求爱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我们看起来会觉得 打着自由的旗号 其实会有一些对于其他人群的 对方的一个压迫啊之类的 那这也是探讨的一个点嘛 一个弦外之音嘛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里边 最常面对的事 这些事其实就在我生活环境里边的 左左右右上上下下 就无处不在 所以在电影里边 我要表达我对我近况的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个流露吧 特别自然流露 比如说我这里边重点的台词 还有一句叫配合这个词 真他妈恶心 对 其实这些都是我对 我周围生存环境的一个直观的回馈啊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这样概括 就是对抗孤独 对抗压迫 对待生活的荒诞 就是爱和温暖 就是在这样一个一些生活悲凉的底色下 您是想要传递的就是这样子的爱 希望和温暖 是这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是吗 对的 对的 那这部电影的话 就是也入围了很多项大奖 包括音乐啊 剪辑啊 摄影方面的 那您的话 对于摄影方面 这样一个艺术的审美 您是有一个 对于这部片子有一个理念吗 比如说其中有用到 比约克的音乐 这个是有一个含义吗 比约克的音乐啊 肯尼基 什么切尔西牛逼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人物的塑造 人物是有那个文化需求的 人物是有文化修养的 这个人他既会唱国际歌 他也看球赛 他喜欢英国的球队 这些其实都是人物丰富塑造的一些细节吧 就是艺术的形式是服务于艺术的内容的 对对对 当然像我们70后啊 80后啊 会对比约克 会对这些国外的 这些特别著名的音乐啊 艺术啊 会特别感兴趣 这些是他们生活里的一部分 就是丰富人物嘛 对 从内容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漂亮朋友 延续了您的过往的风格 那您的艺术审美和个人的 个人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是比如说有哪位导演 或者是艺术家影响您比较深 还是说是在慢慢打 摩中您的个人风格越来越明显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然后您觉得这样对于独立电影来说 个人的风格是不是非常重要 我就没有能力分析我自己 可能会有人 如果是他要是有兴趣的话 会通过文本来分析 我自己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审美趣味吧 我一呢喜欢纯文学的 就是小说这类的读物 我看书的面非常狭窄 我只看小说 其他的那些我也不太 就是可能翻几页也看不动 对但看小说 看纯文学的 是我的日常乐趣 还有就是比如说电影这件事 会对我产生影响的导演到底是谁 我觉得有好的作品的导演 对我都有影响 当我们看到一个好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就会从欣赏它的角度 来想它的余味 来想就是它表达人性的宽阔度 它看待世界的角度 它在面对生活里边的 特别具体的事 人物关系啊 亲情啊 友情啊 爱情啊 敌人啊 红视啊 就是他们是怎么进行反馈的 其实这些很多就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和比较隐蔽的情感 我觉得很多优秀电影都表达过 我这次其实在拍《漂亮的朋友》的时候 我也会想就是《同性爱情电影》里边 这些经典的电影 他们都是怎么呈现的 他们都呈现了什么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各有各的好 我觉得《漂亮的朋友》呢 对于我来说 他前提是我电影里边幽默 就是喜剧含量最高的 耿君的电影里边喜剧含量最高的 它又是一个《纯爱电影》 《纯爱电影》对我来说的理解是 看完电影之后 大家会相信爱情 渴望爱情 我觉得《纯爱电影》是这样 跟观众的一个感受的传递吧 嗯 了解 创作的内容来说 包括创作的对象关注点 其实您刚才提到文学 也是您的一个创作的 常年累月的一个积累 一个创作的源泉 其实我在看您的作品 包括您之前的一些采访报道里 有提到的 我不知道就是会让我想起 契合福之类的 契合福盲目 所以的话不知道 您是不是也会关注点 是比较偏向于边缘人 多余人 小人物之类的 是在于人物方面 您也是希望就是关注点在这些吗 尤其是之前我有看过 一席的您的一个演讲 您也说 你的电影都是希望表现 这个时代里面的失败者 对 但是那些概括的词 我自己是不认领的 也不承认的 我觉得我拍的是大多数 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普通人 对对对 我拍的是人类里边的大多数 那些概括我全都不承认 我全都不认领 我不喜欢那些词 对 我觉得我拍的是大多数吧 更广阔的就是我周围的人 就其实很好奇 是有受比如说 契合福之类的 他的小说的一些影响吗 契合福啊 齐洛夫斯基啊 这些大部头的 契合福他可能更好读吧 因为他的篇数比较短 这些优秀的作品 这些就变成名部 变成经典的作品 对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 肯定有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看 那个哈金的小说集 叫《金狼》那本 我觉得 就是他们会形容 他的这篇小说集 特别像契合福 我觉得哎呀 什么时代都需要讽刺 都需要表达 对这个时代里边 日常的荒诞性 任何时刻我们都会觉得 现实是不按理出牌的 所有被总结的东西 那些就是在现实里边 我觉得就是那些总结是无效的 尤其是这两年 大家会说说 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我觉得哎 我觉得是这样的吧 我们看首尔之春 我们会知道 一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 对在电影里边 他表达的 就我觉得淋漓尽致吧 我们说回到 您的作品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 您的故乡黑龙叫贺岗 他是你的一个创作的 灵感的起源吗 就是他是 首先是怎么滋养你 启发您成为导演 然后很多的电影的故事背景 也是在哪里 然后您现在对于家乡的感受 是什么样子的 贺岗对于我来说 其实非常重要 我的童年 我的少年 我的青年 最重要的这些阶段 都是在那成长的 我的童年 我在那玩得很高兴 我的爸妈 没有那么严格的管教 我和我弟弟 少年时期 其实也是 完全是放养 就我们生活的地方 是一个郊区 走五分钟 是一个菜地 两三分钟 是煤矿 走半小时 是百花大楼 对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 就是无论是上学呀 玩耍呀 或者是跟着父母 进行劳作呀 什么的 这些其实都是那个环境 给予的成长的一个 就特别有营养的吧 所以童年是 在东北是很美好的 对对对 我们那个冰上的 雪上的那些 我跟别人比起来 我可能没有什么 就引以为傲的 但是我会觉得 我的童年过得很高兴 童年在贺岗过得好 我就对那儿充满了亲切感 所以拍电影的时候 就毫不犹豫的 自然而然的 我这儿的人 我就在这儿拍 我觉得特自然 是这样的一个地境关系 现在我对贺岗的感受是 有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 到贺岗去买房子 去生活 它既有森林 又有湖泊 还有黑龙江 松花江交汇处 又是口岸城市 我认识了很多 从外地来的朋友 我也跟他们在相处 很多人都是文化人 我觉得贺岗外来的文化人 在逐渐的增多 是一个有意思的事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近几年提到贺岗比较多的 那我们从东北整体来说 包括文学作品 包括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是在变得越来越空荡 越来越荒凉 因为可能年轻人都去了别的省市之类的 它是有一个就是衰落的感觉的 那您作为黑龙江贺岗人 您在拍片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感受吗 就是家乡的一个衰落 以及对于家乡 你会有一种想要让他 让更多人看见 或者让他变得更好的责任感 还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还是说 您是带着一定的距离感在观察 我每年在北京的时间 差不多有十个月的时间 在家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它其实是存在着陌生感的 很多地方就是在 我不在特岗的时候 就被建了起来 或者是被夷为平地 对这是一个城市 就变化的那种日常吧 我觉得衰落倒不是特别明显 最明显的是青年人的流失吧 因为就业机会比较少 很多上外边去读了大学的人 就去外地工作了 过春节的时候 重大节日大家才回来 就街头啊 消费的场所啊 影院啊 商场才充满了年轻人 平时年轻人很少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城市 活力堪忧的一个状况 这是您所现在对于北方城市 对于鹤岗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感想 对 还有就是我们那儿 你知道越是东北这样的地区呢 越是人情社会 我们那儿的就是人情社会这件事 办点什么事需要找个人呢 就比如说买个袜子 可能都说 我家有天气在那个百花道楼六楼 卖袜子你去第25号摊就能找到它 能给你便宜 就这其实它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人脉网 这样呢就其实就是让很多事变得固化 这些东西怎么才能改观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城市更有活力的一个前提 嗯 那你也会就通过作品来体现这些 或者是中性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地方 体现这些您所观察到的就是家乡的这些不一样的层面 我的表达我希望更宽广 我在电影里边没有提到这个城市的名字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是想让这个表达更宽广 了解 之前也看过您的一些采访的报道 您讲过您现在是主要在北京 然后很早就是去北漂了 很多一些报道文章里提到您的朴素的生活 您也是自称就是进京物工人员 那现在还是这样吗 就是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 然后现在是不是还是不用支付宝 还有抖音啊这些 对现在也没有抖音快手啊支付宝 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 就生活起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来京物工人员 对北京在某一些时刻是我的房东吧 北京是我的房东 我在2007年到2017年 住在半地下住了十年的时间 2017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就是大兴那边的火灾 开始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 我从地下室搬出来搬到了现在的通州 在通州现在已经住了七年的时间 我仍然是一个来京物工者吧 北京是我的房东 我在那个城市基本上都在五环之外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日常生活吧 我觉得很多外来物工者都是这样的生活 对 那像生活方面的话 尤其是你有提到过 现在还是不用抖音快手这些 这些的话对于您来说 是一个就是创作一个减分项是吗 就是这些现在比较 尤其是年轻人比较流行 比较充斥的 不是 就不是减分项 是我自扣能力不好 我根本克服不了 克服不了这个快手抖音的吸引力 所以我只能不用它 如果我要用它的话 我可能每天就是都在看这些短视频 对 我想注意力稍微集中一点 给阅读多一点时间 有很多东西我没法克服 我就不去碰它 因为人嘛 人其实大多数时刻是没有什么出息的 嗯 了解了 那这样子的自制力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有的 尤其是您还是非常坚持阅读 这个也是很多人越来越流失 或者是从来没有养成的习惯 那回到就是您的创作电影 还有一个点刚忘了提 就是包括在场的徐刚张之勇 这些都是您大部分电影里也都是主角 然后生活中也是您的发小朋友 就是对于可能大部分来说 还没有这样一个问号 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也许您 比如说预算有限或是一开始 您是想尝试一下 从比较熟悉的开始 那为什么您坚持 就是会一直这样子选择 一直这样跟您的小团伙合作 嗯 这里边有一个词是不存在的 坚持这个词 嗯 东北虎就不是 嗯 这里边不存在坚持 不存在坚持 对 所以呢 就是我在20年的拍摄时间里面 从短片到用最简约的DV 来拍摄自己的第一个长片烧烤 在2006年拍摄青年 其实我的这些演员跟着我在创作上一起成长 他们已经能非常自如地跟摄影机相处 跟摄影机一起舞蹈 能在摄影机面前自如地生活和复苏情感 其实这些是他们的能力 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练了出来 而且我的审美趣味也是能想在大荧幕上创造出有质感的不同的美感 我对帅哥美女硬汉这样的电影也不排斥 但是这样电影太多了 我就觉得有审美疲劳 我觉得我的演员他们的面孔 他们呈现出来的美感 我觉得其实是荧幕里边就非常有趣的一部分 对 包括我从观众的角度来说 看电影也能够非常感受到 就是他们的成长 尤其是他们在镜头前面是非常自然的 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有张志勇有入围最佳男主角 对 就是完全不一定是科班出身 就是在镜头面前我们作为观众的体验 就是他真的是非常自然 完全配得上这样一个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也希望明天会好运 对 他的呼声还挺高的 是的 是的 很期待 回到这次金马奖的话 您这次的话亲自来参加金马迎战 就是这个过程是容易的吗 然后为什么您会想到时隔七年 然后一定要想要亲自来 哪有那么容易啊 每天都在受干扰 对 今天上午还在受干扰 对 这是我们的日常 这些日常我觉得都不是正常的日常 对 我希望干扰我们的人他们自信一点 他们真正能用自己的能力来面对一个艺术片 一个爱情电影 一个喜剧电影 对 我希望他们能正常点 就不要每天就跟我们这样不正常的骚扰 对 那这次漂亮朋友其实这篇公司是法国的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合作 我的制片人在法国成立了制作公司 我跟我的制片人非常稳定地合作了三四个电影了 接下来也会继续合作 对 所以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 就是跟法国制片商合作的话 创作的自由度是有保证的吗 好奇这样一个问题 前提就是你说的这个制片人就是王子健嘛 他就在这 你可以跟他说 我的创作是自由的吗 对 这个我们这部片在法国拍 然后是个法国电影 下部片也可能是在台湾拍 是台湾电影 然后也可能下面是美国 合适我们就去美国 总之 就是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就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方式来拍摄他 所以其实外部环境的变化肯定会有 哪个国家都会有新的变化出现 对 右派上台了 可能文化要收紧 左派回来了 好像就会好一点 但是对于电影人来讲 唯一的责任就是继续拍嘛 就是找到这个适合的方式 所以这次我们就用了一个新一点的方式吧 但是我们初衷也是还是希望 这个法国的Black Film Production 可以能再制作很多 也许是华语的 也许不是华语的 但是秉持一样的信念和电影理念的 这种自由的电影吧 也非常感谢你们的这样子的努力和坚持 让我们看到好电影 谢谢 然后耿俊导演 就是未来有什么机会 就是华人可以看到您的电影 包括在国内的以及海外的朋友 怎么看到您的作品 这是发行方他们正在努力的事 对 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个电影送到想看的观众面前 我们现在争取在台湾能发行 当然这个程序很复杂了 就是我们因为需要抽签嘛 但是抽签没有抽到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明天晚上能得到最佳影片 或者是最佳导演 但是在我们看来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胶着的现实状况 就是之后还会有很多认可金马和台湾价值的艺术家们想要来 然后都会面对同样的处境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呼吁通过媒体 通过网友 然后能让自由的这么一个市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然后能从今天开始就尝试改变这件事 然后我们其实在今天中午的补宴上已经见到了文化部和主管部门的这个领导 然后对 都是领导 就是我们今天接到了两边领导的这个就是关照吧 但是他们就在想在尝试沟通和解决这件事 两边都在沟通解决 但是就是这就是一个非常 可能会比较复杂 对就是有趣的这个现实吧 但是总之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应该要推进下去 因为我们也是被其他电影赶招 然后去来到这儿的 就是去年我们看到黄思琳 对看到杨潇 然后看到在之前的电影 其实都是对我们特别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勇气吧 嗯 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勇气 确实这样子的电影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看到 哪怕是一小部分人能够产生一些思考启发和共鸣 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跟导演的 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文学对于您的重要性 然后一直也是有阅读的习惯 那就最后想请您推荐几部 就是对您影响比较深 或者是最近近期看过的印象深刻的书 嗯 对刚才说过的那本哈金的新郎 对去年我又阅读了杨戈林的陆范烟石 跟电影没关系啊 我就说这个小说的文本 我太我就太棒了太棒了 还有就是今年看到的作家叫歌周 他的小说集叫刘晓东 还有年轻导演高丽扬的小说集 将空气冲破一下 都是我今年看到的很喜欢的小说 嗯 好 谢谢您的分享 非常感谢导演您 关于作品 关于您本身的一些思考的分享 也是祝愿您明天的颁奖力 能够大获成功 祝好运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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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